有Dame星 荒无荒歌 好说四个劫匪冲进银行金库 把钱塞满背包 保安却不拦着 还跪在地上举手投降 因为劫匪的带头大哥 名叫光明鼎 是劫匪中的最强王者 抢劫过无数银行 只拿钱不杀人 所有银行保安 听到他的名字 都会自动投降 光明鼎和小弟 骑上摩托车 快速离开银行 却被警察涉谎盯上 涉谎王一脚地板油 跟在光明鼎等人身后 光明鼎立刻带领小弟 钻进胡同 心灭摩托 待在原地隐藏位置 趁射黄找不到目标 推着摩托车下坡 突然启动摩托 数年加速逃进隧道 射黄抄近路 来到隧道出口 拿起钢管做好埋伏 放走前三个劫匪 一钢管轮飞光明鼎 跟着光明鼎在地上摩擦 光明鼎数年掏枪 打断射黄大腿 坐上小弟摩托车 潇洒走人 社会王为了抱一腿之仇 用三年时间抓捕光明鼎 而光明鼎却像人间蒸发一样 没有一丝音讯 这天正在抽伤腿 基业的社会王 接到一条警报信息 一个年轻小伙 在飞机即将起飞时 强制打开飞机门 倒下飞机 机场保安逮捕小伙后 发现小伙腹部中枪 送到医院时 已经昏迷不醒 更巧的是 小伙正是光明鼎的儿子 警方通过小伙 和光明鼎的通话记录 迅速锁定了光明鼎 躲藏的位置 就在冰岛一栋别墅里 行动队长命令特种小队出发 逮捕光明鼎 而社皇却认为 光明鼎战斗力太强 特种小队去了也是送死 让队长取消行动 队长却不信 社皇的话 下令让特种小队开始进攻 特种小队趁着夜色 迅速包围别墅 光明鼎看到小队出现 在门上沾上防风打火机 打开煤气开关 爬上防顶 悄悄来到外面 顺间出手 撂万一个特种队员 冲上汽车 一脚地板又开始逃跑 特种小队分出队员 追赶撞停光明鼎的汽车 却发现光明鼎早就跳车 逃进了原始森林 而另一队特种队员 进入别墅要继续搜查 在关门时点着了打火机 别墅里煤气瞬间爆炸 特种队员时常惨重 队长得知光明鼎逃跑的消息 十分后悔 没听社皇的建议 让社皇再出个主意 抓捕光明鼎 社皇立刻行动 故意放出风声 暴露光明鼎儿子居住的病房 在病房周围埋伏了 十几个特警 等着光明鼎上钩 果然光明鼎得到 儿子的消息迅速来到医院 但光明鼎聪明绝顶 总感觉事情不对 忽悠一个倒霉蛋 进入儿子病房 结果倒霉蛋 被社皇摁在墙上 头上顶着几十把冲锋枪 社皇一看抓错了人 冲出病房 寻找光明鼎 误伤了一名路人 经过这次折腾 光明鼎儿子的病情恶化 当场嗝屁 队长也落井下时 把责任都算在了社皇头上 与此同时 光明鼎来到儿子的房间 从带血的通风口里 掏出一件血衬衫 和染血的几十万欧元 光明鼎作为顶级银行劫匪 当即确定 儿子肯定卷入了一场阴谋 决定把房间作为陷阱 引诱幕后黑手出现 光明鼎让小弟 四处散播 潜在房间里的消息 很快两个幕后黑手就出了线 而这两个人 正是警察行动队长 和另一个黑警 两人在房间里四处寻找钱 光明鼎趁两人眼花 一个滑铲发动透析 两人迅速反击 用交叉火力压制光明鼎 光明鼎被打得抬不起头 只能打爆灭火气 风飞黑警 瞬间突脸攻击 干掉黑警 队长一看光明鼎那么凶残 只能选择撤退 光明鼎刚想追击 却看到了杀气腾腾的社会王 只能选择爬楼梯逃跑 社会王追上去 却因伤腿不给力 摔倒在地 失去光明鼎的踪迹 而在案发现场 社皇看到了被杀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同事 还捡到了行动队长的眼镜 社皇瞬间意识到 行动队长肯定和光明鼎的儿子有关系 他立刻找到局长 说行动队长肯定有问题 局长让他继续调查光明鼎 自己调查行动队长 他虽然有些疑惑 也只能执行命令 正当社皇四处寻找光明鼎时 局长突然带来信息 光明鼎和行动队长 要在一家酒吧见面 社皇当即赶到酒吧 从后门悄悄潜入酒吧内部 恰好看到队长带着两个小弟 在追杀光明鼎 还顺手对他一阵秃秃 社皇立刻拔枪反击 吸引队长等人火力 光明鼎趁机拿出藏好的枪 让队长狗的屁 光明鼎刚要撤退 看到社皇被火力压制 眼看就要被杀 随即返回现场 救下社会王 带着社皇上了一辆车 在车上 社皇为了抱一腿之仇 问着光明鼎猛揍 光明鼎掏出冲锋枪 社皇才认了怂 光明鼎胁迫社会王 来到医院想看儿子一眼 却看到儿子躺在太平间 已经凉了好几天 只可把光明鼎伤心到不行 哭得那是梨花待遇 社皇趁光明鼎伤心 想拿刀偷袭 被光明鼎用枪指住了脑袋 光明鼎要让社皇 协助自己调查 真正的幕后黑手 不料两人刚走出太平间 就看到了警察小黑 推着一具尸体 要进太平间 社皇一看同事出了线 以为有救了 不料小黑掏出手枪 社会王 光明鼎迅速出手 一耳八字撂翻小黑 这时社皇却傻了眼 小黑面前的尸体 竟然是社皇的女助手 原来女助手为了帮社皇破案 私下跟踪一名雇佣兵 发现了雇佣兵的军火库 却被雇佣兵偷袭 当场被杀 更可恶的是 雇佣兵把女助手的尸体 送到了社皇家里 伪造成是社皇杀了女助手 让社皇背黑锅 社会王仔细查看女助手尸体 发现女助手手上写着一行字 119庞奇 这是庞奇港口中集装箱的编号 而要破解集装箱背后真正的秘密 必须审问杀害女助手的雇佣兵 社皇和光明鼎立刻组队 来到雇佣兵家里 用雇佣兵的奶奶做人质 让雇佣兵交代所有事情 雇佣兵却让光明鼎杀了奶奶 光明鼎开始犹豫 毕竟杀一个老人 不是光明鼎的风格 雇佣兵趁光明鼎思考的功夫 开枪偷袭 迅速跑向门口 光明鼎和社皇立刻拔枪 打穿雇佣兵肩膀 彻底让雇佣兵认怂 说出了所有事情 庞奇码头军火集装箱的主人 正是警察局长 社皇立刻拨通局长电话 约局长到码头见面 局长一看事情暴露 立刻找到市长秘书 打劲毛求助 不料打劲毛早就把局长 看成了死人 根本不会帮局长 无奈之下 局长只能独自一人来到码头 刚出现这位插车怼成了憨憨 光明鼎爬上至高点警戒 社皇则开始审问局长 局长也很淘气 用升官发财诱惑社会王 社皇一抬手 光明鼎一枪打穿局长胳膊 局长彻底崩溃 说出了真正的阴谋 原来这一切都是市长的阴谋 市长参选时 承诺上任后进枪 为了增加选票 市长暗中把枪藏在死亡士兵艇内 带进市区卖给犯罪分子 增加枪击案发生的频率 光明鼎的儿子当时来买枪 被市长盯上成了枪击案的炮灰 经过运作后 市长支持率飙涨 竞选成功 转手把武器卖给黑帮 又大赚了一笔 更可怕的是 现在社皇和光明鼎 知道了这个秘密 肯定会被杀人灭口 果然局长欢迎刚落 一群神秘雇佣兵出现 对社皇和光明鼎 共同攻击 光明鼎站在制高点上 连续反击 干掉十个雇佣兵 社皇则被压制在集装箱里 根本无法动弹 而局长也知道 顾佣兵一旦干掉社皇和光明鼎 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 于是局长爆发全身战斗力 计划成站在AK上的男人 一阵横扫 干掉顾佣兵 仨子开始逃跑 光明鼎想冲上去 追杀局长 露出了破绽 顾佣兵趁机偷袭 把光明鼎撂翻在地 拿枪瞄准光明鼎 这时社皇出现 一喷子崩了顾佣兵 两人一起组队 把局长堵在了天台上 局长直接举手投降 求两人饶自己一命 社皇想逮捕局长 让法律审判 而光明鼎却只想给儿子报仇 抬手一缩子子弹 送局长上了西天 局长没气后 社皇立刻调转枪口 瞄准光明鼎 而光明鼎却很淡定 眼神平静 看着社会王 让社皇开枪 抱一腿之仇 社皇也陷入了迷茫 虽然光明鼎和他有一腿之仇 但光明鼎也在战斗中救过他 更关键的是 他对警局有了新的看法 认为警局已经被坏人渗透 根本没有正义可言 在经历思想斗争后 社皇放下枪 让光明鼎赶快逃跑 光明鼎跑进黑暗 打开急走一路加速 成功在警察赶来之前 消失在了黑夜里 而社皇则被赶来的警察逮捕 等待他的只有看不到的未来 因为市长已经盯上了他 就这样 社皇和劫匪光明鼎一起 破坏了一个大案 却没法撼动幕后真正的黑手 从此社皇过上了 天天被诬陷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群聚中 不要随便招惹一个叫真的人 这部电影里 男主就是那个叫真的人 遇到问题 打破砂锅闹底 一定要找出幕后黑手 而当真正的幕后黑手出现时 男主又感觉到了无力 这也是这部电影 真正有意义的地方 只能说君子独行 无惧协力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最后的结果 无论好坏 也要坦然接受 好了 今天电影到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 点赞收藏 关注大方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